今年2月份举办的桃花园桃艺大展 触动了许多人对桃艺创作的喜爱 进而走进了捏桃的世界 在桃艺家刘秋红引领之下 8位素人桃作者在短短半年当中 就有了精彩的创作成果 10月份就在花莲的松原别馆 举办了师生连展 主题叫做桃到东海岸 100多件桃作品风格迥异别具特色 值得大家前往参观欣赏 走进松原别馆二楼展场 进入眼帘的是一组又一组 让人惊艳的桃艺作品 不同风格不同特色 每一件都是极致创意 而这些居然只是捏桃 才半年时间的素人桃作者 他们都是今年2月份 在文创园区举办的桃花园桃艺大展中 受到感动 进而走进了捏桃世界 我们今年2月份在文创园区 有一场就是手作桃跟茶月的对话 那一次我们邀请了十位的桃艺嘉参展 那这一次的展览呢 是从上一次这样延续下来的 那我们其中有八位学生 就是找到了秋红老师 因为大家都喜欢他的作品 然后就请秋红老师开班 那就是从2月份那一场活动办完之后呢 3月份我们开始就跟老师学做桃 那这半年来就是这一次的展出 就是我们师生所有的作品 那包括老师的作品 都是这半年新作的作品 这场名为桃花园系列活动 2022逃到东海岸 由桃艺嘉刘秋红 带领着八位素人学员 从入门开始到各自发挥创意 每个人拥有无限能量 在桃艺世界中挥洒自如 因而成就了这一次的作品展 你要做出什么形状 其实你都是自己可以控制 但就是在技术成熟之前 你没有办法把它做出来 有时候你想象的你做不到 对那你当然就会想办法 去达成你想要做的那个形状 对啊所以就是除了想象设计之外 其实它要配合你的手 然后才能做出接近你想要做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挑战 那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 我觉得它就是很自由啊 就是你想要它呈现什么 其实它就是会很多方向很多颜色 而且觉得它太深奥了 就包含又药啊火啊土的控制 全部都是一个变数 那我其实蛮喜欢这个变数的 对因为我就想要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过去三十年我一直在公布门 那就是为艺术家服务 然后为艺术家策展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 可是一直因为工作的关系 没有办法投入到真正的那个艺术创作的这个部分 那正好就是趁退休的时候 那也一元忌讳 就是有这个机会跟着老师学陶 然后学了之后呢就开始很着迷 那真的是我们可以每天做陶做到半夜一两点 你就是就是你整个生活在融入在这个 我觉得是把艺术放在生活里面 那你自己也活在这个艺术里面 非常非常的棒 这次展出作品 秋红老师以创新大型作品 女人花系列主题 学生们则是各自展现自己的创作特色 有人偏爱生活器皿 有人专做造型花器 有人擅长雕工应用 有人喜好小巧枝干等各具特色 展览期间在场内还有茶席区 每天由学生们轮流担任茶师 泡茶影响民众 欢迎喜爱艺术创作的朋友 把我机会前往松原别馆参观欣赏 这里会幻视报道